今天晚上一個晚上的夜風 睡醒了 所以台北十下青年還是單身 未婚工作 在台北這樣生活 感覺怎麼樣 我是中年人喔 我不是十下青年 生活這樣單身未婚沒有小孩 你覺得這樣在台北生活感覺怎麼樣 不一樣 這...這...這太難了吧 這要問什麼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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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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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耶 不知道 對啊 原則上 我可能會找一個家 但一定不是現在這個家 但是...有一天到年老的時候 怕他們真的會有空虛 還算還算 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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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藏的禮俗它都是由這個... 比如說我們早期的台灣人 福建人 廣東人 他從沿海一帶的民俗傳承過來的 所以說他其實他有很豐富的一個 民俗的內涵在裡面 我們一般人可能因為這個... 比較忌諱啦 所以說就不敢去接觸他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這個時代 進行到目前這個21世紀 我們有很多的台灣其實是一個 比較淺文化的一個... 一個... 地區啦 那所以說大家會對於自己以前的 一些民俗文化都比較... 有一點距離 是...是... 那其實台灣的民俗文化它是一個... 生老病死都是一個完整的一個文化 那當然就是很多... 生老病可能慢慢大家都已經慢慢遺忘了 是... 那也...我自己的觀察啦 也由於就是說大家對於死亡的禁忌的原因 所以說在這個... 呃... 冰葬的一些禮俗上面 反而會相對保持的比較完整 是...是... 所以我是大然假設啦 我們假如說透過這個... 冰葬的一個禮俗裡面 我們可以試著去還原 看看是不是會還原台灣早期的一些社會現象 那讓我們這一些... 呃... 在相關的一些... 呃... 人文的一些學者 或是說有興趣的一些朋友們 就可以去從裡面去洞悉說 哦...原來台灣早期的社會啊 農業社會的情況是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全貌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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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